6月22日,北京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何健表示 21日,北京市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有所下降 北京疫情向好发展态势清晰 北京成功在最短时间摸清了疫情传播的底数和重要风险点 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向好发展态势清晰 但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 首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要进一步压实四方责任 动员社会各方力量 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节点 尽一切努力将疫情防控关口向前移 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共同执密疫情防控这张网 会上,北京市住房和城墙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丁盛介绍 目前,全市施工工地共发现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三人 涉及两个工地 截止6月21日24时,排查住建系统16个区435个项目 区国新发地的人员743人 接触国来自新发地实财配送人员和其他人员879人 共1622人 现已全部完成核酸检测 目前,全市施工工地共发现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三人 设计两个工地,以及时汇通相关区和疾控部门 按照要求处置,相关工地采取了封闭管理措施 情况平稳 丁盛表示,6月份历来市建筑行业施工高峰期 针对近期施工现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情况 下一步将细化完善施工现场疫情防控措施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严格自行施工现场封闭式管理措施 由新发地密切接触人员的工程 项目暂时禁止人员出入 严格落实出入测温登记制度 体温遗传人员不得进入施工现场 严格按照二级想一下15项措施及相关防控指示要求 对办公室、宿舍、食堂、卫生间、淋浴间等室内场所 定期进行通风消毒 重点对猪牛羊肉等食材的进货查验情况进行检查 确保来源可追溯 排查、筛查人员应包括施工现场各参进单位所有人员 确保留掉筛查不漏一个人